生命的陪伴 犬队气味的辨别能力比人高出1200倍 听力是人的四倍 视野广阔 能在光线微弱条件下 事物的能力是国际上普遍认为搜救效果最好的设备 经过专业培训后 他们成了精准无比的搜救行家 那边有情况 快过去看看 这里已经全部被掩埋住了 应该不会有幸存者了 是啊 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存活着的 我们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赶快拿工具来 这下面肯定有人 队长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我相信小布 他肯定是察觉到这下面有生命迹象 别说那么多了 听我的 赶快救援 好的 当一块横梁被掀开后 搜救队员便从这片掩埋的废墟中 发现了一处缝隙 这里有空隙啊 里面很可能有幸存者 救我 快救救我 里面果然有幸存者 快 将人救出来 我们来救你了 很快 搜救队员便将这位被困的伤患救了出来 小布 你可真厉害啊 队长 多亏了你的判断 我们又救了一位长辈 这不是我的决断 而是小布的专业技能 我说过 他是最优秀的救援犬 所以 当他不停呼叫的时候 那一定是发现了幸存者 嗯 搜救犬小布 参加了大大小小上百次的救援 被他发现并救出的幸存者数以百计 几年下来 他的年纪逐渐年长 身体也不像之前那么强壮了 小布退役的时刻快要到了 你看 队长在掉眼泪呢 队长 怎么了 舍不得小布吗 你流泪了 不说什么呀 小布退役了 我替他高兴呢 哪里有掉眼泪 没错 这些年 小布都一直在高压恶劣的环境里 进行搜救 现在 终于可以轻松过日子了 我们应该替他高兴 走 队长 我们去看看小布 小布 再过几天 你就要离开这里了 趁着今天 大家都有空闲 我们给你 举办个欢送会 队长 队长 你就在这里好好陪陪小布 我们去布置一下 很快就好了 来 小布 我们就在这里 看电视等着 我们在第一时间赶到地震现场 灾区群众已经展开了自救 啊 发生地震了 这是哪里 我们得赶快去 不能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没错 大家赶快准备一下 马上出发 或许这就是搜救权的本能 小布看到灾区后 立刻显得精神抖擞 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队长 等待接受任务 啊 小布 这次你就不要参加救援行动了 你过几天就要退役了 队长 就让小布参加吧 他想要镜中职守到最后一刻 是啊队长 就让小布参加最后一次搜救吧 好吧 小布 准备出发 就这样 小布在退役前再一次参加了救援工作 当废墟淋漓 满目疮痍的场景映入眼中 大家都感到一阵阵揪心 这里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好了 赶快动起来吧 时间就是生命 好 去吧 小布 他听到命令后 马上就像离闲的剑向前冲了过去 眼前是刚在两个小时前 一次大地震灾害中倒塌的建筑物 大楼已经完全辨认不出来原有的面貌 只能看到一些钢筋水泥板 乱七八糟的倾覆在一片空地上 小布又发现情况了 他可真厉害 每次都是第一名 我们快过去 那里一定有需要帮忙的 收到队长 众人立即赶到了小布的身边 在他的脚下 是好几块水泥板支撑下露出的一个小洞 这里面肯定有幸存者 小布做得好 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你继续去搜寻吧 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 两个小时后 幸存者被救了出来 可就在这时候 大地再一次地抖动起来 鱼阵来了 游鱼阵 大家快去空地 哎 糟糕 这样一来 废墟下等待营救的人们 存活的希望又小了好多 是啊 时间很宝贵的 我们赶紧救人 哎 小布呢 我长时间没看到他了 他去哪了 这种口哨是联系小布的方式 只要他听到后 就会立刻跑过来 可是接连吹了几次 他的身影却一直没有出现 小布他不会被刚才的鱼阵 给埋在废墟中了吧 啊 不会的 他那么敏捷 我去找他 不行 废墟下还有很多在等着我们救援的人 我们得先救他们 啊 嗯 嗯 我相信 小布一定不会有事的 转眼间 几天过去了 救援行动基本上已经停止了 因为地震后的黄金营救期已经过了 大型吊车开始搬运废墟里面的各种水泥柱 清理场地 还没有小布的消息吗 没有啊 我想他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啊 有狗叫声 好熟悉的叫声啊 小布 是小布 躺在这下面 没错 是小布的声音 快 赶紧救他 小布 我来救你了 顺着探照灯的光 小青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小布 此时的小布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 只有头还在不停地扭动 并发出一阵阵低沉的肺酱 小布 不要怕 我来救你了 你没事就好 他还有呼吸 大家快来帮忙啊 这里有一位幸存者 小布和老人都被救出来了 医生立刻对他们实施了紧急抢救 不久 老人终于醒过来了 我身边的那只狗呢 阿伯 你找什么呢 狗呢 他在哪里 我听说阿伯被救出来的时候 有一只搜救犬一直陪着他 我去问问那些搜救队员 那只狗状况如何 阿伯 这位就是救出你的搜救队员 谢谢你 非常感谢 但是我身边的那只狗去哪里了 大叔 你为什么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寻找那只狗呢 我本来自己被压在废墟里面 都没有求生意志了 但一阵后 伸手一摸 身旁竟然还躺着一只毛茸茸的狗狗 这小家伙为什么也陪着我一起遭受到不幸呢 没有希望了 我们一定会死在这里的 那是我心中已经没有了一丝丝求生的欲望 只是等着慢慢的死去 但没想到 那只狗一看到我闭上眼睛 便会用舌头舔我 还不时尽力发出 它自己能发出的最大的呼叫声 不断地向外面求救 我的身体虽然越来越虚弱 但在迷糊之中 却依然一直感觉到 有一个温暖的舌头 一直持续不断地舔着我 直到最后 我都没有完全昏迷过去 从而支撑到现在 啊 这真是生命的陪伴呢 是啊 那只搜救犬真是了不起 这个事件也是个奇迹啊 当然了 小布可是最棒的搜救犬 小布 他的名字叫小布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也受了点伤 不过没有答案 正在搜救基地旁休息呢 大叔 你们俩都会好起来的 你看那边 一段十日后 小布退役了 老伯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就领养照顾他 让他余生幸福快乐地过日子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